國 gev pest 小屁 你有發現我的車子不太一樣嗎 因為我是一隻手開車 油門跟加油都是在這邊 最怕就是走遠路 还有走斜坡 斜坡的磨伤 像磨伤的地方 就是会在这个地方 跟这里 骨头会痛 对会很痛 感觉怎么样 还OK很贴身 因为你变瘦了嘛 然后肉就少了 胖的时候就整个意志 沉不进去 而且这边臀部会变形 地震当时 台中大理金巴黎大楼倒塌 当年才11岁的家问 失去了爸爸妈妈 大姐和小弟 自己的右腿也截肢 如果家可以用意志的话 我就可以自己学走路 这些年家问非常独立 他说不想麻烦别人 他透过画笔 抚慰着跟他一样 有过伤痛的人 使命 对 使命 他让我发现 其实我就是一个很 不用人家讲 人家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很快乐的氛围 很温暖的氛围 感恩 幸福 使命 是家问对这一场大地震的定义 被救起来就是上帝为你开了一个门 然后一定有你的路要走 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是一直在成长 我也会有无能为力 也会没有办法突破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我会越来越好 现在这个地方它之前就已经有探过了 那个路面啊 我们开这条路20年来已经有换了三代了 我已经是第三代了 台中到中寮山区一趟来回上百公里 山路蜿蜒 路况很差 但慈激志工的陪伴20年来没有中断 志工带着中餐陪沉水和吃饭 这一次更特别还有神秘礼物 好 拍手 感恩 幸福之质 为我重生20年 什么 我两只手 这一次感觉没有了 心情没法得到身体的重心 曲折的人生路拍成了大爱剧场 生命花园 2012年2月播出 观众反映热烈 失败可以做吗 你如果不必做就在MD踏步 我都说他是用生命在说故事 去拜访他的人就络绎不绝 然后很多自己觉得有心理有问题的人 也想要去找他聊一聊 但是通常不用聊 就会觉得自己其实非常幸福 8月7号慈激基金会在台中草悟道 举办92120周年的慈善连展 陈水河特地下山来参加 我已经爪瘦了 有这么多人的关心 所以都很高兴 来 好 大家 60岁的陈美娇 同样也在地震中右腿重伤 他总是会跟着志工一起上山 探望陈水河 因为他做的很不方便 我们就是之前的节的缘 我是觉得说 我能走能动 刚好又有人在 就来看看他 今天是风轻头 老板的面子吵吵 他听到这个就会笑 他真的很勇敢 从他身上 他也很肯付出 过去的伤痛在他们身上留下疤痕 但这群生命的勇者 用生命与热力 创造了自己的新人生 第43届金鼎奖 今天举行颁奖典礼 经典杂志若新雅人系列报导 以真诚良心的撰写内容 获得评审青睐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